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数千辆马自达汽车因潜在致命的制造缺陷而被召回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预计2023年利润激增击败竞争对手 残疾驾驶员等待学车时间长 是什么阻碍了日本的发展 请大家收看 数千辆马自达汽车因潜在致命的制造缺陷而被召回 澳洲ABC 由于制造缺陷可能增加事故导致伤害或死亡的风险 澳大利亚召回了数千辆马自达汽车 该缺陷影响了马自达CX60和CX90车型的动力转向 总成中的齿轮组件 马自达澳大利亚将联系车主免费修复该缺陷 此外特斯拉在澳大利亚召回了2023年生产的Model 3车辆 原因是座椅约束系统存在故障 该车型的后排中央座位位置 没有可访问的顶部约束固定点 无法安全地安装婴儿或儿童汽车座椅约束系统 特斯拉将联系受影响的车主 修复该故障 中国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雅虎 中国已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部分要归功于中国在电动汽车 EV领域的主导地位 丰田和日产对EV持谨慎态度 而是专注于混合动力车型 日本的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报告称 2019年汽车出口量为442万辆 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 中国出口了491万辆汽车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甚至更高 为522万辆 同比增长57% 其中三分之一是纯电动汽车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预计2023年利润激增 几百竞争对手 南华早报 中国当代电池科技 CATL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 EV电池制造商 预计其2023年的净利润 将比去年增长高达48% 因为它受益于全球电动汽车普及率的增加 CATL报告称 2022年的收益将达到425亿元人民币 60亿美元至455亿元人民币 增长幅度在38.3%至48.1%之间 这家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第四季度的利润 将为113.5亿元人民币至143.5亿元人民币 比前三个月增长8.9%至37.6% 残疾驾驶员等待学车时间长 BBC 由于缺乏专门改装的汽车 剑桥郡的残疾学员驾驶员 面临长时间等待学车的问题 该郡唯一一位在残疾驾驶员协会 Eddie注册的改装车辆教练基兰 威廉姆斯表示 需要在改装车上学车的学生 可能需要等待长达一年的时间 改装费用 缺乏知识和培训需求 都可能成为教练面临的潜在障碍 残疾驾驶员的选择有限 被残疾慈善机构 STOP的沃伦 科尔文形容为可耻 是什么阻碍了日本的发展 外交事务 日本的经济低迷并非不可逆转 但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 以克服几十年来阻碍增长的障碍 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五年内没有增长 人均GDP增长有限 自1990年以来 全职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非正式工人的比例增加 日本的经济停滞对其国外产生了影响 因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日本 可以为中国提供平衡 并通过其创新公司造福世界 该国需要摒弃过时的政策和做法 支持创业和创新 日本的积极趋势 如态度转变 技术和全球化 有可能振兴经济 工人更愿意冒险加入新公司 技术进步增加了初创企业的市场实力 然而 新日本公司面临的最大障碍 是获得外部融资 政府对老旧大公司的支持 以及对新的私营公司 缺乏税收优惠 阻碍了初创企业的增长 政府需要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并消除阻碍其成功的障碍 如果没有关键的改革 日本的经济将继续停滞 生活水平将下降 执政党可能在未来选举中面临失败 一个车库强迫我报废我的车 可能有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正在进行吗 英国每日电讯 一位读者像兰卡斯特约瑟夫 A琼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和调解员 加里 赖克罗夫特咨询 他的汽车 未能按照车库老板的承诺报废 赖克罗夫特建议读者 根据他同意 将汽车转让给车库老板的合同 提出撤销合同的索赔 该索赔将基于虚假陈述 他建议他在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之前 等待汽车被出售 他建议他收集虚假陈述的证据 并建议他可以请第三方 询问汽车的销售情况 马斯克嘲笑小小的特拉华州 因为该州法院否决了他的巨额薪酬计划 彭博社 埃隆 马斯克公开批评特拉华州的状况 此前他的特斯拉薪酬计划被无效 这是美国企业史上最大的薪酬计划 而他早前试图收购推特 也以失败告终 马斯克表示 不喜欢特拉华州 该州是美国财富500强公司 中约70%的公司所在地 他认为该州让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马斯克提议将特斯拉的公司注册文件 签至德克萨斯州 该公司已经将业务运营签至该州 俄罗斯招募非洲军队 已取代瓦格纳雇佣兵 南华早报 据说 俄罗斯正在招募一支武装力量 已取代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雇佣兵 非洲军团将通过一系列计划中的 国防部控制的基地 增强俄罗斯的军事存在 旨在在西方影响力下降的时候 恢复莫斯科在非洲的冷战时代影响力 此举还将使克里姆林宫 能够巩固对瓦格纳在非洲的商业网络的控制 包括潜在的利润丰厚的矿业利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您带来最新鲜 有趣的新闻内容 今天我们聚焦于汽车行业 看看有什么新鲜事 首先是马自达和特斯拉 在澳大利亚的召回事件 数千辆马自达汽车 因制造缺陷被召回 可能存在致命的安全隐患 而特斯拉则是因为座椅约束系统存在故障 这提醒我们在购买汽车时要注意安全问题 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数量超过了日本 其中三分之一是纯电动汽车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环保和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也让我们期待未来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 而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的宁德时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预计2023年的利润将大幅增长 这再次证明了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优势 也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英国的残疾驾驶员学车问题 由于缺乏专门改装的汽车 残疾学员驾驶员面临长时间等待学车的问题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多支持和解决方案 让残疾驾驶员也能够方便地学习驾驶 接下来,我们转向日本的经济问题 日本的经济低迷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 以克服几十年来阻碍增长的障碍 日本需要支持创业和创新 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并消除阻碍其成功的障碍 只有这样 日本的经济才能实现复苏和发展 最后 我们看到了马斯克对特拉华州的批评 以及俄罗斯在非洲的行动 马斯克对特拉华州的态度不满 计划将特斯拉的公司注册文件 签至德克萨斯州 而俄罗斯则正在招募非洲军队 以取代瓦格纳雇佣兵 这些都是国际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动态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是六博士 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讨论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